大家好,我是真实局 相信大家都看过电影《金灵十三拆》的这个片段 这里面的国军士兵由于没有反坦克武器 为了抵御日军的坦克进攻 只能选择用人体战术作为掩体BG 然后以此实现爆破 注意,这可不是一般的国军部队 而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 如果你是一名国军士兵 那他们就属于是你长官的教官 是精英中的精英 在松户战场上 对于装备精良的教导总队 在面对日军机械化部队时 尚且还只能用这种土办法来进行对抗 更别说普通的国军士兵了 一般部队在面对日军装甲部队时 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去爆破 虽说这只是影视剧 但真实情况就是往往比影视剧更加残酷 本期视频真实军将从中央军 到地方军队先后奔赴战场 单纯的和大家聊一聊 1937年松户会战的真实状况 到底有多惨烈 真实军协同所有粉丝及朋友们 仅以此视频向松户会战的中国将士们 致以崇高的敬意 1937年8月13日 松户会战打响 全国铁道线的火车上 炮的都是运兵的专列 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 上海 每当列车停靠站台时 自发前往的中国老百姓 有烟扔烟 有水扔水 连小孩子都把自己心爱的糖果往里面扔进去 因为他们知道 这群汉子们是去打鬼子的 然而他们也知道 这群汉子们可能一去就回不来了 面对日军强大的海陆空攻时 为了激励大家积极参战 蒋介石率先甩出了自己的王牌部队 中央军第36师 87师 88师等投入战场 这几支部队基本上都是满边满园 室内配备有炮兵营 工兵营 通信营 资重营 卫生队 全师佩戴得势钢窥 绝大多数都是配备纯毛手补枪 有捷克式轻机枪 九二式重机枪 这样的配置和装备 在当时的中国军队已经属于顶配 但我们依然似乎很少听到关于他们的故事 因为从松户会战到抗战结束 他们活下来的很少 战事猛烈的时候 他们整营整连的阵亡 都不是什么稀罕事 每日从前线由兵战送往后方的伤员 都在万人一伤 电影《八百》中 所谓四航仓库的 便是中央军88师 五二四团一营 打到最后 连蒋介石都开始心疼 到最后 为了保存力量 不得不命令起撤出战斗 这尚且是有一战之力的中央精锐 都如此壮烈 地方上的部队更是令人动容 主亚被沉陷了 现在你们有力门 上海还在 主郎不废伉 终 罢 吗 终 罢 吗 终 罢 不这个 如果你当时是一个湖北或者安徽的老百姓 你大概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幕 一群穿着破旧军装 戴着草帽 穿着草鞋 操着四川芳延的士兵 浩浩荡荡 开赴上海 准确点描述应该是徒步开赴 他们有的背着大刀 有的举着斧头 就算拿枪的也是老套筒 机枪迫击炮更是少之有少 而这就是川军的二十军 别的省份部队起码还有专利运送 而川军只能凭借着抗日救国的信念 徒步千里奔赴战场 他们也很清楚 此次出川意味着什么 为了尽快赶往上海 他们每天翻山越里一百多里山路 草鞋走烂了 晚上编一双截止刀 终于在十月上旬赶到松户战场 也应了四川主席刘湘的那句话 两年期四川出兵五百万 到了上海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军 二十军船军士兵一投入战场就陷入了苦战 他们在面对日军飞机箭炮形成的火力王 只能用身躯筑据防线 血战七天七夜死战不退 结束时全军近两万人只剩下五千人 还有四十三军二十六师在十月十六日赶到上海 他们在前线和日军血战七天七夜 全是四千多人最后仅剩六百多人 中央军和川军属于是当时中国部队 在装备方面最强最弱的存在 但这些川娃子还是在战场上 和日军日夜熬战不退半步 蒋介石为了表决抗争决心 上来就把自己的王牌部队甩出 各大省份的将领看到这一幕 也毫不吝啬的出兵支援 像白冲写的贵军 是当时地方部队里公认最能打的 经过国防联系会议精神的鼓舞 白冲写自己也想让贵军在松河会战打出点名堂来 所以一下子就投进去六个精锐师 不料由于事先没有进行火力侦查和压制 步兵在没有炮兵的掩护前提下勇敢冲锋 成了对方火力交叉网的火把子 只打了一天 贵军六个精锐师就全垮 按当时前线指挥将军的话来说 一个团整整齐齐的上去 两天之后只留下几副火石弹子 其实何止是地方的一个团 当时中央军的一个师顶上去也只能顶一个星期 地方军的一个师顶上去可能三天就被打残了 冯玉祥就感叹过 松河战场真是一个血鱼肉的大熔炉 不仅仅贵军 还有乡军 越军 晚军 西北军 东北军 都是前不后继一往无前的向前冲 有的士兵打着打着就哭了 因为打到最后没有掩体 只能用战友的尸体来当作掩体 他们心里明白 自己也活不长 也将成为战友的屏障 所以他们每次在挖战壕的时候 都会一生不可 因为他们知道 这挖的就是自己的坟墓 1937年11月20日 中国国民政府对外宣布 首都从南京前往重庆 此时的宣布对日本人来说意味着两个信息 第一 松河会战的三个月是在为迁都争取时间 第二 中国人坚决不投降 三个月时间 中日双方先后投入总计 100万兵力 蒋介石毫无保留拿出自己王牌 先后投入100个使共70万的金轮 在松沪战场这座战争角落机里 日本人也刷新了自己对中国人的认知 不仅仅对日本人 在世界各国眼里 中国人也因为松沪战场的表现 改变了他们的认知 过去并不是中国人不能打 而是没想打 做这些内容 查阅资料的时候 我几次都眼含热泪 我觉得再长篇幅 也无法描述他们的伟大 无法惹中军真实体验战场的惨烈 和先辈们 名之不敌 却勇往无前的勇气 作为一个历史博主 能做的不多 只能以此视频 向松沪战场牺牲的先辈们 至今 好了 我是真实君 这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 交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